收到一封信 一看是警察局的标志 哇有点慌 赶紧看一下是什么内容 是超速或者是闯红灯被拍到了 还好不是什么大事情 说是背面有你的权利 你可以主张 这个就是一个相当于法律声明 相当于你这个车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如果是驾驶员车主或者曾经的车主 但是这个时间里面这个车不是你开的 你有可能是在这之前已经卖掉了 或者有可能这个车被人偷了 那这种情况你可以把这封表格填好 寄回给他们就不用交这个罚款 好的然后这里也就是详细的一个 罚款的明细了 嗯 礼拜五下午的三点多钟 在三号高速上面 哦 八十块 我天哪 限速是一百 我开到了一百十一 超速了百分之十一 哦 这也太贵了 我天 然后 缴罚款 可以往上缴 或者说是通过银行账号转给他们 哦 如果是网上付的话 它这里有一个详细的银行账户信息 然后填明细的话要填些什么东西 一个是填notice number 还有一个是填一个我的账户的code 那我把现在通过网上银行交一下 这边是一个ANZ 我先打开 啊 八十块钱啊 都没什么钱了 付吧 啊 pay a person a bill 然后这边 就是把刚才的那个账户信息给填进去 啊 这里是一个姓名 police 警察局 应该就是缴罚款的一个账号 填进去 嗯 貌似写不下了 我还不管了 只要账号对应该就没问题 然后填账户 这个可别弄错 多核对一下 金额八十块 然后是这里写一个说明 说明这个款是你缴的 那这边是一个 notice number 然后下面是填你的 车的注册号 接下来是你的 驾驶证的号码 可填可不填 那我想还是给它填上吧 现在把驾照给找出来 再核对一下 最后付款点确认之前 再全部核对一下 继续啊 好了 好了 较掉了 八十块成功 就是这样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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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